郁潘瑠瑪 郁潘瑪 郭潘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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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先進 我們想不一意跟各位問候 那我想我今天主要是 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過去這一年 在網站項基金會的 這個藻療服務的一個 一個平和結果 那可以看到我們從2008年開始 其實我們歷年來申請的這個單位 是有一些小幅的變動 有一些減少 不過大概持平的一個狀況 那申請補助的人數也是 我想各個單位應該都會告訴大家說 我們少子化對我們是有一些衝擊的 所以看起來人數是維持 有一段時間是稍微下降 目前大概是持平的一個服務人數 那申請的加速 大概也都還算是一個穩定的狀況 那比較特別是我們到今年 其實申請的單位所申請的方案 幾乎是全數通過 好 那這一張講義 你們手邊的紙本的資料是有錯的 所以要跟各位更正 當時我們就是給大家的數據 是沒有把極端值處理掉 所以我們平均出來的個案的平均年齡 還有服務等候天數 好像看起來非常的長 其實是因為有一些極端值 那我們極端值當然是可能因為機構本身 例如人力的變動或是有一些狀況 所以會導致等候的小朋友會比較久 那我們目前看起來其實大部分的使用的狀況 其實日拖的年齡也到四歲多 然後等候天數也在二十幾天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那另外就我們同樣的指標 歷年這幾年來的看到的成果 可以看到我們的平和的分數其實是已經到了92分了 不管是日拖或是到宅 那整體分數是有在增加有在上升 還有總分在80分以上的幾乎只剩下一家沒有做到 我們幾乎全部都已經做到這樣子的這個成果 可見我們在這個指標之下 其實是已經穩定的一個服務水準 好 那這邊的簡單的分析就是 我們看到接受服務的個案年齡都在下降 剛剛這個李傑黎這邊也有介紹 然後另外成績是屬於一個穩定成長的一個狀況 好 那如果就我們平和的這個內容來講 我們把它分成幾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組織面的這個平和的結果 那針對這個人員的在職訓練的部分 過去我們是會要求 這個至少每年要有多少時間的訓練 那漸漸的我們會要求的是 希望除了有量有訓練的時間 最好也可以依據不同的職類提供不同的訓練 甚至規劃剛入門的夥伴跟資深的夥伴 可能要有不同的這個訓練的內容 那這個部分其實已經逐年在改善 所以剛剛講到說這個在職訓練的部分 我們其實是一直這個指標 十年來都沒有拿掉 它一直是我們很重視的部分 好 那所以我們過去委員曾經給過的建議 其實各單位也都盡量在安排 那另外我想這個指標其實最大的受惠就是 王詹漾提供給我們的補助裡面 其實很多的單位就是用在這個 提升人力的訓練的這個部分 好 那接下來我們跟各位介紹 有關兒童部分的這個服務成效 服務的這個內容的建議 好 那對於這個我們因為這個經費的補助 所以會有一些單位會有外聘的專家委員 會進來這個機構來提供一些諮詢或是服務 那我們是建議說應該是要融入班級來提供支持 這個為優先考量 那盡量不要太長時間的把它抽離出來這個教導 第二個部分其實這幾年來有關於平和工具表格的使用 幾乎在各個單位都已經有他們比較穩定 這個自己的一些格式 那這個部分我們是建議說 其實不是說要用很多個工具 很多個表格來造成大家的麻煩 而是這樣子的評估的結果 怎麼跟我們的服務的計畫 ISP做一些連結 而且應該是一個有邏輯性的連結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對兒童的發展的這個部分 除了看到有關於他的發展的這個領域 也要注意到提升他的這個 所謂的功能性的這個能力 然後要思考怎麼樣可以減輕家庭的負荷 還有針對家庭的這個服務 那所以我記得很多老師都會特別提醒這個機構 就是不要只是做評估 可能要怎麼樣把它融到我們的生活 甚至融到我們的療癒裡面 而且應該那個目標要能夠更生活化一點 比較多元的這個這個目標 那另外我們在看兒童的發展的時候 可能不是只有看他落後了 哪個領域落後 可能要把優勢跟劣勢都要把它 弱勢都要把它列進去 然後才能夠有一個比較具體的一些建議 好 接下來是家庭的服務的部分 那我們其實對家庭的服務一直都是在早聊 跟兒童服務這兩個是兩大的這個目標 那家庭服務的部分通常我們會運用 所謂的這個跟家庭的這個會議 然後去討論這個ISP怎麼來執行 所以我們會建議說這樣子的ISP 可能要考量的是在家裡的這個部分 怎麼可以落實在家庭 包括IFSP裡面應該要能夠考量 怎麼去提升這個家庭 在照顧這個遲緩兒之餘 同樣可以有一個比較好的生活品質 所以可能家長也可以是跟我們一起來做討論 然後同時可以定出他們認為比較期待的一些方向 然後一起來完成 好 那另外針對家庭其實因為它有不同的需求 所以我的建議通常是希望我們這個機構的社工 在家庭服務之前先做一個家庭評估 再針對評估的結果 然後來擬定我們對家庭的服務計畫 好 那所以這樣子的這個內容 其實就會放在IFSP裡面 去把這個我們對家庭的這個 從評估到這個處域 有一個比較完整的這個說明 好 那也希望這樣子的說明之餘 到接下來怎麼樣提供資源 怎麼樣進行服務 怎麼去做連結 甚至要整合 例如說我們的個案裡面有高風險家庭的 我們可能要跟高風險系統的設政 就做一些服務的這個聯繫 所以這個部分應該是一個基礎工 好 那當然另外一部分 就剛剛這個黃富座有跟我們講到 有關於成效的這一塊 所以這個部分也是我們在做家庭服務之餘 大概也需要去了解一下 這樣子的服務到底有沒有達到 我們預期的成效或是目標 那怎麼樣來改善 如果他沒有做到 或是還可以更精進的部分 那另外家庭 可能有一些他們認為他們很重視的部分 那怎麼針對他們的這個 這個很重視的需求 要能夠再做追蹤 再做處理 然後檢視長期的這個家庭的這個改變 所以包括家庭是不是能夠跟這個社區的資源 有一個更有效的連結 這些都是我們家庭服務 可能要去觀察的部分 好 以上我就非常簡短的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因為這個計畫其實已經執行了11年 所以大家其實是越來越上手 所以也的確可以看到 從指標的達成上面 其實越來越成功 那接下來我想就是 我們也非常預祝各位 這兩天可以有更多的收穫 那我們基本功 就是這11年來做的這個 這個機構的這個日拖或是到宅 我們也可以繼續努力繼續精進 謝謝 謝謝